作词 李宗盛 一个人的街头 没人在一起麻烦一起合唱 那一种美好会属于我 两个人的爱会不会 好 保持这个动作 看镜头 好 来 笑一个 好 非常美 两个人再侧一点 对 好的 新娘子好漂亮 新郎从后面抱着洗礼师 对 有没有好男朋友 就这样 还是刚才那个动作 好的 漂亮 最后再来一张 笑容开心点 好 谢谢 今天拍摄就到这 老师 可以给我看一下照片吗 好的 正好你选一张做产品 样片不及调的 这张人太小了 这张更小 这个好看 这个好看 那就这张 我跟后期说一下 行 辛苦了 谢谢 谢谢你 非常感谢 那一张灯火是属于我 我的毒蜜色 毒蜜蜜 毒蜜蜜 没人伤 望兴起大的 爱情和残 哪一种美梦 会是 什么是你啊 说吧 这次又长这种笨蛋 要了多少钱 这次 看他的样子 我猜五十万 我不愿错过你 不能再多了吧 我要我们在一起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你跟我来 走啊 好不无意还是时宜 就不能错过你 我要我们在一起 穿越千万里 注定是你 和你携手不离不弃 陪你 陪你 看那 你老是你 李星浊也要准备看 谢谢 你来吧 欢迎你 苏先生 我不管你是出于什么目的来到这儿 但我希望 你不要打扰我的生活 首先 陆小姐大可放心 我来泰国 是为了天使堂慈善计划 并非是为了你 其次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刚才是你 拉着我走掉的 我那是为了跟你谈怕 你这么善变的一个人 谁知道到时候 会不会找我麻烦 既然陆小姐都这么说了 我要是不做点什么 岂不是令你太失望 你 好烫 你倒是不客气 这是我的水 柠檬水不要钱 咖啡才要钱 我才是真正的消费者好不好 再说了 喝你一杯水怎么 这么多年 你耍赖和抢词夺理的本领 真是一点都没退步 你要干嘛 你要带我去哪儿 少啰嗦 上车 我不上 我告诉你啊 我不是以前的陆瑶瑶了 想欺负我 门都没有 是吗 我倒是真想看看 这些年你进步了多少 散吧 不散 我不喜欢重复第二遍 我也是 你 算了跑啊 你就非得阴魂不散吗 你还没告诉我 那个傻蛋 你要了多少钱 五十万 一百万 一百万 你傻子这胡说八道 好 医生 他怎么样了 苏先生 这件事情 我们已经通知警方备案了 为什么 患者体内 检验出琴花甲的残留成分 虽然服用的量少 不至于致命 但琴花甲是管制物品 此事必须告知警方 是 是 是 幸亏送来的吉士 喜为之后 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 好好休息几天 就行了 哪里来的琴花甲 难道是咖啡厅里的咖啡和水有问题 刚好要瞎制动什么 你松手 我今天没请假 我得去上班 不然会被扣钱呢 你就这么缺钱吗 对啊 没错 我就是缺钱 所以 请你不要妨碍我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埋你一小时 苏云霄 就算我再缺钱 也不会让你这么羞辱的 你笑什么 当初收我母子两百万的时候 你可没这么有骨抢 你够了 我只是正好需要一个绘法文的翻译 工资 我提前跟你结清了 大花 我再买一下 去吧 舒服 来 来 去吧 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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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她的 我 你不认识吗 我认识你 我认识你 你认识吗 你认识吗 你们认识吗 当然了 以前 我一直带小黎来这里做义工 小黎和这些孩子玩得可好了 小黎是谁 一个朋友的孩子 我还没问你来这干什么呢 你告诉安娜兄女 皇家集团 在泰国开展了 天使堂爱心工艺计划 考虑到她的年纪 照顾孩子们太吃力了 我们愿意接替她的工作 把这些孩子 安排到天使堂 继续学习和生活 真的吗 我一直在担心 安娜兄女的身体状况 她一个人要照顾这么多孩子 实在是太吃力了 我苏云霄言出必行 太好了 谢谢你 有夫之妇 还是矜持待会 不是我没 行了 你到底是怎么样的 我不想知道 那可永远 快去做你翻译该干的事 天阿 你累着这个巫女 我可有很多职戏 家人数字 有一些没空 还不好 恩不合吧 你基本上 别跑 别跑 不叫我 你别跑 你看我干嘛 你不是不吃肌肉的吗 你怎么知道我不吃的 废话 你以前 但愿不是因为我的钱 加深了你对我的印象 拜托 我那是记忆力惊人 好不好 忘了告诉你一件事 什么 你那瓶牛奶 我先给我切了 你 你那瓶牛奶 哪瓶牛奶 我叫你 他的家 他说了什么 他说谢谢你 你又在骗我 为什么要说幼 你说呢 苏先生 你的翻页时间已经到了 如果没什么事 我先走了 安顿 用甜蜜蜂 我并不想见你再到最终的合作 你意思 让我担心你的父亲 我知道 这些请很远处 但我希望你能说是 他会想见他的父亲 好,我也想要问一个谈论的谈论 对男生的父亲的谈论 请我拒绝回答的谈论 当然 那么,您的回答 我的祝福 谢谢 谢谢你非常感谢 小离 宝贝,怎么了?见到爸爸不高兴吗? 见到爸爸当然高兴 可你又不是我爸爸 别胡说 你不是一直吵着要见爸爸吗? 他就是啊 不是,你们骗人 你们骗我,你们是坏人 你们是坏人 小离,你别闹 小离,你别闹 你干嘛呢?出去出去出去 你们需要安静 快快出去 快出去吧 好了好了好了 乖,不哭了啊 这话,快上,不哭了啊 sorry, I didn't help no, I trouble you Tina you are still so young and you can have a baby again I don't want to think about it for the time being you are so young do you want to spend your life like this? he has no medicine to cure will die and swim as a friend I appreciate your help but please take back the cause of my child and allow him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okay, okay anyway that's the truth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how are you I don't know you're going to be I don't know how are you I don't know you're going to be 哈哈哈 太棒了 龙养 你不会真像那个家伙说的 你会这样做见自己吗 他必须是个狗 你还好吗 我害怕了 这是我的伴侣 Tina,对不起 这是我的错 忘了 我不想去意味着 没关系 我买你一瓶 对不起 I don't like drinking Please accept my apology 虽然很讨厌Frank这个人 可是没理由讨厌钱 Tina, for apology 你干吗 别想反悔 这钱我要定了 陆瑶瑶 你赚钱不要命是吗 我的命才值几个钱 你别拦着我 让我喝完 别喝 别喝 凭什么 说赫兰卡就给我的 你是不是想反悔 我让你别喝 走 我的钱 闭嘴上车 上车 干嘛啊 去哪儿 闭嘴 这是哪儿啊 哪儿啊 我要回家 我要回家 回什么家 我跟你讲啊 不许吐 我带你去卫生间 吐脏了地毯 你卖身都赔不起 你知道吗 你瞧不起我是不是 你给我等着 你瞧不起我 够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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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服了你啊 够不够 买你这破地毯啊 够不够 够不够 孟孟 求求你们了 都是你 都是你 不要留下我一个人记忆 曾经我们世间的青春 妙妙 你到底是喊爱我 你还是只想骗我 把过去藏在昨天 让自己好离别 醒来不知才太远 吵死了 吵死了 你 我 我 我想说 我的衣服在哪 扔了 扔了 夜店里的衣服太脏了 我们家衣服脏了 都是用洗的好不好 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 可 关键是 你把我衣服扔了 我穿什么呀 喂 喂 喂 我跟你说话呢 听见没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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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什么 我看你现在到底穿的是什么 我 我穿的是衣服啊 还能是什么 那不就鞋了 又不是没穿 大金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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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 可这是你的衣服啊 那昨晚最后一瓶酒 还算不算钱啊 陆瑶瑶 你掉钱眼里了是吧 你上辈子欠了全世界多少钱 你上辈子上辈子就是诈骗犯是吗 看来你这么多年还是没有别 果然是为了钱 素云霄 我说过 就算有人拿钱砸我 我也会把钱 一张 一张的捡起来 我走了 衣服洗干净 我会还给你的 不必 扔掉就行 我不穿丧了的衣服 再见 大夫 我欠的医药费 我已经补交过了 您要不要过目一下 没关系不用 那我先走了 嗯 帅哥您好了解一下吧 布鲁礼品屋 美女您好看一下吧 谢谢 您好 欢迎光临布鲁礼品屋 您好看一下吧 谢谢 谢谢 天气这么热 单子这么多 不抓紧时间 肯定发布鲁礼品屋新店开业感恩折扣全场促销价 您好 您好 蓝蓝快递请签收 您好 十二分钟 快跑快跑 千万别迟到 千万别迟到 天哪 你说陆瑶瑶 对 我想聘请她做我的二十四小时私人向导 为期一周 贾哥随你看 苏会长既然开口了 我当然知道钱不是问题 不过尤瑶她家情况比较特殊 她可能没有那么充裕的时间 能二十四小时为您提功夫 她很忙吗 主要是她家里有个孩子 还生着病啊 她要照顾孩子也走不开啊 陆瑶瑶当年离职之前 在盛玛丽医院做过一次员工体检 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把那份体检报告给我找出来 我不管你 有吧 我 你 行 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差不多了 上完早班该跟小黎送饭了 他怎么来了 不行 我得赶紧开溜 相宝 祖孟 再让肃于笑纠缠下去 小黎迟早会被发现的 不行 我必须做出个了断 我家就在附近 你不用送了 陆小黎住哪家医院 谁告诉你的 这重要吗 你去做摄影模特 去酒吧卖酒 去咖啡厅打工 都是为了凑钱给他治病 对吗 我要带他走 给他找最好的医生 你疯了吗 你凭什么 凭他就是我的儿子 我苏云霄的儿子 他不是 他不是你儿子 你说谎 你离职之前的体检报告明明已经怀孕了 那个孩子没了 小黎他不是你的儿子 这个你说的不算 好吧 我带你去见他 允霄呢 怎么好几天不见人 我哥他去泰国了 说是有一个天使堂的公益项目 你说我哥他也是 这放着咱们家赚钱的生意他不做 偏偏要搞什么慈善活动 你马上派人把他给我带回来 立刻 当年好不容易说服那个女人离开了允霄 拖到半年让他们自动离婚 现在如果又出了什么事端 惹老爷子不高兴 可就麻烦了 小子 你多大了 五岁 什么星座 妈咪不想说 为什么 因为他说除你座不招人待见 谁说的 我就是处女座 人家就很喜欢我呀 拜托 你的人家 那全是你下属 就算你是柴老虎豹座 他们也会前仆后继的喜欢你好不好 你跟我打得这么像 你是我爸爸吗 小雷他不是 我是 太好了 我又爸爸了 那你可以给我买小飞机和小火车吗 我可以买给你了 好了好了小黎 躺下 你别乱猜了 他不是你爸 别吓叫 乖 你现在该吃药睡觉了 护士 护士小姐 你好 麻烦你帮我照顾一下小黎 谢谢 走 快点 走啊 小黎 今天感觉怎么样啊 好没好点 我不想逛街 我想陪儿子 苏云霄 我见过抢钱的抢食的 就是没见过你这种抢着当爹的 我再说一遍 他真的不是你儿子 是不是 我自己会判断 不用你来教我 你在找什么 小飞机和小火车 这种地方 怎么可能会有小飞机和小火车啊 而且苏云霄你这么大人了 还玩小飞机 又不幼稚 我当然过小黎 会买小飞机给他 这家店没有 我们去隔壁看看 你想说什么 你对小黎好 我很感激 可是 可是 可是我不想骗你 他真的跟你没有关系 谁知道你这句话 是不是有在骗我 不是 你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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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宋云霄 你为什么来这儿 多南亚明明有那么多个地方 可以做慈善 这里有我一生最重要的回忆 交给那远方的指甲 我会想为这个城市 增加一些美好和善意 我愿意 我愿意 那可怜的忧伤的爱 请别再为我善悲 原谅我不能再为你而歌唱 在述你的眼眉 这五年 你过得好吗 看不到你的笑容 希望你感觉 我过得不好 过得不好 我很想你 那只爱歌 希望你听到最熟悉的歌 我愿意 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若不是很重要的话就算了 我回去买给你 很重要 瑶瑶 你没事吧 等一下 他拿了我的红绳 不好意思 你是中国人吧 对 不好意思 这是你调的吧 我正说找他的主人呢 你就来了 给 谢谢 不客气 再见 这果真是 没想到 堂堂苏家大少爷 也能干出偷户口本这种事 没办法 谁让你先脱了我的心呢 油嘴滑舌 放心好了 我一定会让你风风光光地嫁给我 做我们苏家的媳妇 带着别动 带着别动 苏家和其立 是 我 我 了吧 我 但太厚你 百门把你 这样 你 养 没法 Gandor Phys Review someone 但我们 男子 你别傻了 那个女人已经收了我两百万 她不会回来了 她永远都不会回来了 你怎么了 没什么 好好休息 我既盼着你别回来 又奢望你没走 陆瑶瑶 我还能再相信你吗 送简样本 头发是那孩子的 纱布是陆瑶瑶的 是 其实我早就认定 这孩子一定是我了 做这个鉴定 不过是为了跟我妈一个交代 明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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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身边都这么不快乐 连做梦都紧锁着眉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喂 干嘛那么着急 鞋都不穿 小离 小离他 你把洗春日 我就让你去背车 小离 小离 老爷 您好点了吗 云霄呢 云霄他 他出国处理公司业务去了 是去处理公司业务 还是出去玩了 这孩子 从小就被你惯坏了 一天到晚不务正业 跟当年一样 被一个女人迷魂了头 跑去考什么飞行员 好好的一个苏氏集团 我看呢 迟早要毁在他手里 依我看呢 还不如交给云飞妥当先 那怎么能行啊 云霄才是你的亲生儿子呀 是 他 好了 我累了 这个事情啊 以后再议吧 喂 我跟你们说 事不过三 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麻烈点 前两天不是还好好的吗 为什么会突然恶化 为什么 你冷静点 你让我怎么冷静 那是我的孩子 那是我的命 我们必须尽快找到 适合孩子的骨髓进行移植 这样小离才能够活下来 都找了这么长时间 还要怎么找 这位先生你是 他不行 我是孩子的父亲 为什么不行 骨髓匹配 即使是直系亲属 也有可能会配对失败 但是多试一次 就多一次机会 我们还是继续努力试试看吧 我跟你去做检查 好的 那我去安排一下 嗯 我 放心吧 我也没事 小离 我的孩子 别离开 别离开我 配信结果出了这么快 不是应该至少一个月吗 不 您同时 委托我们做的亲子鉴定 报告已经出了 现在我是来 把报告书交给你的 但 苏先生 我不得不很遗憾地告诉你 你不是小离的亲生父亲 你说什么 亲子鉴定结果表明 你和小离 并没有直系血缘关系 你不是他的亲生父亲 他说 我要是 Father 你 我要 他 我要 我要 我来 我能 我要 我呀 我 我 我 你 我 危 我 薛大哥 欣欣 你们放心 我不会让小李有事的 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我都会治好他 即使那个人知道真相之后 会恨我一辈子 这汤是补气的 如果你的配型合适 要捐骨髓的话 会伤不少元气 所以要补补身子 来 你怎么不喝啊 你瞧我这脑子 我应该放凉一段再给你喝的 那 你还有什么想吃的吗 水果 苹果还是香蕉 我什么都不想吃 倒是有个东西 想和你分享一下 从天上掉下来的儿子 我总该确认一下 到底是不是我 对不起 可是 我说过小李他不是你儿子 你不信我呀 其实小李不是我的孩子 但他也是个小生命 我该救 还是会救的 但是陆瑶瑶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我也委托医生取了你的样本去做鉴定 小李跟我 跟你都没有半点血缘关系 他到底是哪儿来的 你不说 我就叫你把他送走 不可以 不可以 当年 当年我心情不好 差点出了车祸 小李的父母 为了救我 意外过失了 我答应过他们 要照顾好小李的 你疯了 你疯了 如果你想报恩 我可以把孩子送回国内 但是你绝对不能再把他放在身边了 不 小李不能离开我 苏云霄 你养个宠物两三年还会有感情 还会不舍 小李他是个活生生的人啊 他陪了我整整五年 那我呢 他陪了你五年 就可以代替我在你心目中的位置吗 苏云霄 没有一种感情 可以代替爱情 我承认我爱你 可是 可是我不能放弃小李 那你有没有想过 你一个没结婚的女人 带个半大的孩子 别人会怎么看你 又会怎么看我 我堂堂宋氏极端的总裁 难道结婚的时候 还要挨个上亲戚朋友解释 这个孩子的来历吗 我从来没有想过 还能再跟你在一起 这辈子 我用小李就足够了 再说一次 走而言之 我是不会送走小李的 这个故事真的很好玩 可以把自己的照片上传生成一个故事 你们吵架了 没有的事 别胡说 我都五岁了 你还以为我是两岁的孩子 好骗吗 小李 想不想回中国 想 当然想 小李 你身体还没好 哪都不能去 这事啊 他说了不算 只要你想 我今天为你安排 四夫云霄 你别太过分了 过分 我还可以更过分 小李 蒙上眼睛 我 我 你身最爱的人 才给我一个吻 不要留下我一个人 纪念曾经我们失去的青春 杨上眼睹 我 我 你身体被捡 我的 你的 你身体被捡 你身体被捡 你身体需 naught 和啊 你 我的 我的 我忘了 这个游戏规则 不是你说了所有 小心 哥 原分是我 你总算是出现了 电话一直打不通 二婶都快急坏了 我没事 没事就好 你啊 以后还是让二叔二婶 少操点心 天使堂的事情 我这边已经处理得 差不多了 这两天 我要去度假山庄一趟 公司的事情 就拜托你了 你放心去吧 这边有我呢 行 挂了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拼要来 我的好哥哥呀 既然你送上门来了 就别怪弟弟不客气了 他们现在去山庄了 他们现在去山庄了 我为什么非要跟你住一间啊 我为什么非要跟你住一间啊 难道不应该二十四小时看着你 免得你再逃跑吗 住个度假山庄要什么导游啊 我愿意 说不定我随时还需要翻译呢 行行行 就你大少爷毛病多 我觉得你应该庆幸我选择了你 因为啊我这个人做事一向都很挑剔 是啊 挑剔到 连人家吃剩的蛋糕都要抢着吃 这个怎么读啊 本局 最后一个 这个 我忘了 我前天刚教过的 那 前天是前天 我现在 现在忘记了 我觉得这 苏云霄 你真的是我教过最笨的学生了 学个小声音都那么费劲 那呀 还害得我要跟你一起饿肚子 幸亏我极致 剩了一点口料 饿了看什么都香 陆瑶瑶 你居然背着我吃毒食 我也要 你自己学小声音那么费劲 你还怪我 你 说完了 没有 这不还有吗 我 我肚子有点饿了 下去吃点吃行吗 我肚子有点饿了 下去吃点吃行吗 千花 变蓝吧 我们一起分不清真假 开白的枝子花 变蓝吧 说 我跟你说个事 我感觉 你进这儿 怪怪的 就是 助人们才FF 帮 될 李柱 李柱 他心里有人看到 他的 李柱 ρ 前面 要 我想 可以 你们在 parties 魔镜面前问道 魔镜啊 谁是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人啊 魔镜回答道 亲爱的王后 要报告 我也是有职业尊严的好不好 导游不是老给游客 讲一些奇奇怪怪的故事吗 可是没有哪个导游 会给游客讲什么格林童话 书还是从小林那儿顺来的 苏云霄啊苏云霄 你是有多幼稚 我喜欢 你有意见 没 你在想什么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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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也该动手了吧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抓了两个蠢贼 别动 站住 快点小心 小心 快点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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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跑起来 是 别动 快点 妈咪 我要听妈咪的声音 小离乖 快 妈咪很快就会回来的 你先听护士阿姨的话 好吗 对不起 会长 都是我们办事不力 才导致陆小姐受伤 算了 事已至此 你们先把那些人带回国吧 记住 千万不要声张 老爷子那边 我会去说的 还有件事会长 说 不 夫人让我给您带句话 她说 一路小姐的身份 是无论如何也加不进苏家的 五年前如此 五年后也是一样 夫人还说 她不介意再给出去两百万 滚 鼻子让我听到这种话 你好 请问这个女孩子呢 走了 走了 对呀 不然呢 你们现在那么欺负人 她还不走 她是傻呀 有钱人了不起呀 两百万 好大一笔巨款呀 你找谁 你好 请问陆瑶瑶在吗 不在 她辞职了 她早就不在这儿了 那您知道她去哪儿了吗 不知道 你好 请问陆瑶瑶在这里工作吗 不在 谢谢 孩子呢 这个我也不知道啊 那瑶瑶呢 她我也不知道 瑶瑶 你到底会去哪儿啊 好 哈哈 瑶瑶 我不管你在泰国有什么天大事 下周是几番五十周年庆 你必须立刻回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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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你 好 好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苏氏集团的经营权将正式移交给我的儿子苏云霄 二叔 你不是说我 云霄虽然性格顽劣 但心地还是很善良的 不像某些人 就是一只披着人皮的豺狼 对自己的手足同胞都能痛下杀手 亲爱的堂弟 是不是很惊讶 如果说下毒的柠檬水 我还能毫无察觉 它是树林的飞车 我就知道这绝不是意外 我故意告诉你我要去度假山庄 没想到你居然真的派了杀手来 苏云霏 继承权就这么重要吗 我没错 苏云霄 你就是个败家子 你有什么资格继承苏氏集团的产业 这个家凭什么由你来继承 二叔 我都这么多年了 辛辛苦苦为了苏氏集团劳心劳力 为什么 为什么倒都来依我所有 够了 事到如今 你还在冥顽不灵 我没错 我没错 你们才是豺狼 苏云霄 你给我等着 她说我把他们带来 但突然之后 我一直以为 有人会带他们回来 辛辛苦 没想到堂堂苏家大少爷 也能干出 偷口口口这种事 没办法 谁让你先偷我的心呢 油嘴滑舌 放心好了 我一定会让你 风风光光的架构 做我们苏家的媳妇 一月十四日 我们结婚了 我真的很开心 能够和她在一起 我什么都可以不要 二月八日 云霄跳伞培训意外受伤 云霄母亲找到了我 斥责我对她的拖累 她说 是我把云霄这个天之骄子拖下泥潭 让我把云霄还给苏家 我对不起我的孩子 我让她还没出生 就没有了父亲 我把云霄母亲给的钱捐了 来到了泰国 这个国度有我们最美的回忆 我决定留下 由于我的郁郁寡欢 害死了薛大哥夫妇 也害死了我的孩子 小厉害那么小 就没有了爸爸妈妈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决定 用我的一生来赎罪 陆瑶瑶 这一次 我又该到哪里去找你 你 我心里 我想到谁 对不起 我 我真的想到哪里去找你 我真的想到哪里去找你 没那么多草 我根本会要找你 我能够哪里去找你 我像你那样 热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一盏灯火是属于我 一直忘了告诉你 冲上云霄的梦想 我帮你实现了 我这非幸福的样子 帅吗 那我们的爱情 还有结果余生的机会吗 孤独自从骄傲 岁月转连的 后时光流传 终于落单 推头转转才知道 平淡的陪伴最重要 我 我不愿错过你 我要我们在一起 煽情的话语 酒杯的情绪 熬过五月还深深意 我不愿错过你 我要我们在一起 你就是男爵黄府君吧 我叫软蜜蜜 以后我们就是同桌了 让洁癖男爵和气味 屁女草干做同桌 简直就是上品牛肉 配廉价韭菜 你连我说话的声音 都要规定分配标准 你怎么不直接找个 蜜蜜像娃娃做同桌算了 我这是怎么了 怎么我一想到黄府君 我的心就咕咕咕咕咕的跳了 不愿错过你 我要我们在一起 山越千万里 只为遇见你 和你携手不离不弃 陪你慢慢倒去 那一盏灯火是属于我 一个人的镜头 没人在一起呐喊 一起喝彩 那一种美满 会属于我 两个人的温暖 会不会 装出不一样的烟火 孤独曾经始终骄傲 岁月转眼难熬 哦 时光流转 终于落单 偷偷转转 才知道 平淡的陪伴最重要 我不愿错过你 我要我们在一起 深情的话语 酒杯的情绪 熬过无语还是失忆 我不能错过你 我要我们在一起 水月千万里 只为遇见你 和你携手不离不弃 陪你慢慢倒去 哦 我不愿错过你 我要我们在一起 不愿错过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